大家好,我是導演王國生,謝謝你們來這裡 謝謝 大家好,我是玉芬 歡迎 大家好,我是王國傑 大家好,我是張廷晴 歡迎 大家好,我是楊千佩 是的,好點朋友們,謝謝大家 因為最近現在天氣的氣味有點奏降 但是希望大家在看完《爵士情歌》之後 每個人心裡面都會有暖暖的感受 那我們是請導演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我們今天特別選的這個首映的地方 其實就跟我們在拍電影當中的那個 演唱會的地方很像對不對 那要不要跟我們分享一下 當初《爵士情歌》為什麼會挑這個東台灣 作為一個主要的場景 好,基本上呢 《爵士情歌》是一個尋人的過程 那劇本在新加坡寫的時候 新加坡太小 從東到西基本上就42公里 所以故事走不到一天就完了 就完了,對 所以就挑了台灣這個土地夠廣 而且人情也很溫暖 然後有山有水 非常好的地方 對,我覺得謝謝導演 大家如果到時候看了電影就知道 其實導演不單拍了這個台灣很多很漂亮的地方 很適合大家去旅遊觀光 重點是我們把人情味都拍出來了 那導演當初選到我們這些演員一起合作的時候 是看中了他們哪一些特色 特別邀請他們演出呢? 好,先從文凱說起來 好,因為戲裡頭的文凱這個角色 他基本上是一個非常壓抑的角色 那之後呢 他要慢慢的相信他周圍的人 那過程要很細膩 就覺得柏傑肯定可以勝任 所以當初挑選柏傑不是因為他的歌聲 哈哈哈 也是也是也是 那在這個路程中呢 他碰見一位 對他 就是對他的這個人生觀 產生一個轉略點的一個重要角色 是那就是一個非常亮度的背包客 對,就給他非常強大的正能量 是,那這個角色我覺得就不妨多讓就是 讓玉芬來演 是,對 導演你知道其實我也叫玉芬你知道嗎 對 我叫海玉芬 所以我怕到王伯傑如果真的找我演 王伯傑就直接把車開走了 直接加重推跑 是,所以特別挑選李玉芬在裡面讓這個 一般喔,如果你在車上攔車要停下來 李玉芬就很容易讓駕駛停下來說 你要去哪裡?我載你 就選擇非常好 是,再來千輩的角色 對,千輩真的是我覺得非常好的一位演員 我們在過那個戲的時候 我們就說我需要一個 在臨死之前還充滿正能量的 一個詮釋方法 那當然今天中也有很多內心的掙扎 可是千輩都拿捏得非常好 所以那時候我就覺得非常滿 對 然後琴琴就不用不用說了 完全就是 以素人的表演來說 他完全就符合了這個小燕子這個角色 是,對 琴琴說 誰說的是素人 拜託 對啊 講這樣 好的 那導演也跟我們分享了他們在選角的過程當中 從看到這些演員的特色才能夠把這個角色發揮到最好 那請千輩來跟我們聊一下 欸,我真的不騙你喔 我在看試片的時候 我不知道那是你耶 我來看兩遍好像說 那是楊千輩嗎 就是你整個的不管是狀態也好 或者說話的方式也好 跟我以往認識的你是不一樣的感覺 對,那時候接到就是要演這樣一個角色 其實他算是穿針影線的一個影子 就是因為有我的關係 我就是把我的弟弟叫回來 然後希望他可以照顧我的女兒去尋找我的先生 就李仁哥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我覺得劇組的美術啊化妝都非常的厲害 就可以把我完全就變成一個重症病患者 然後就欸,一上戲之後 就因為他的化妝,因為他的服裝 就變得好像不知道為什麼自己就真的覺得我快死掉了這樣 所以演完之後就 佛杰很壞 他還傳了我告別式的照片給我 然後我就欸,自己嚇到 對,我說可不可以幹嘛刪掉這樣 對啊,所以就覺得很特別的一個客串的一個角色 但是他真的還蠻重要一個畫龍點睛的一個作用 對,而且我覺得千輩這個角色真的是會讓所有的觀眾朋友們 在電影的一開始心就會抓得很緊 對不對 看到你演這個小葉子愛生氣的時候好適合你 因為你這邊很嘟你知道嗎 很像吐波鼠 現在變瘦了 對,因為他超高了 對啊,長高了 他當初一天天到哼 你就覺得哇,好適合這樣被掐臉的感覺 太可愛 請請要不要跟我們分享一下 跟這麼多的這個大哥哥大姐姐合作演戲 你會緊張嗎? 很緊張 嗯,可是好險大家都幫助我演出這個部分 所以比較順利 真的齁,那你最緊張的是哪一個鏡頭呢? 或者是哪一場戲 最緊張的就是在花蓮沈睡要拍那個 那時候我自己跑出去那場的戲 是 就是那時候 你等一下 因為你這樣子好像我們兩個在聊天 你可以看正前方好不好 因為你久久也想聽你到底要講他什麼壞話 因為你一直背對他 他一直靠著你這樣 你說花蓮那場你要衝出去的時候的那個戲 然後咧? 然後那時候就看到姐姐的臉就很緊張 因為她是一個很憤怒的臉 然後 然後那時候我就被嚇到 所以不知不知不覺就哭了 對,所以在當時是真的本色演出沒有在演 被嚇哭了 所以姐姐很兇的時候的表情 你要不要幫我們示範一下 他怎麼兇你 你都跑上來了 是不是這樣子 你嚇死了 對,因為他剛跟我ReGLE的時候講的不一樣 你不是說你最緊張的戲是唱歌的嗎? 怎麼現在變成是衝出去的戲 唱歌的戲你也緊張 可能那個比較開心 那是開心的 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站在台上唱歌的感覺 就是原本就一樣是很緊張 因為大家說我唱歌很難聽 大家是誰 這麼就是讓我們這個國家的小幼鳥受傷 誰說你唱歌很難聽 大家是誰 不敢講對不對 是九九就對了是不是 我們待會兒要強迫王柏傑現場唱一句 我們聽聽看他唱歌有多好聽好了好不好 然後後來呢 大家讓你克服了心裡面的障礙 因為大家都有知道我要怎麼唱歌 然後學會以後歌聲就好一點 真的齁 所以未來我們就期待這個 請請用歌手的方式出道了 好不好 謝謝 好的 我們請九九王柏傑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我們請九九王柏傑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在裡面要飾演的一個 就是 怎麼你那麼適合全是更生人喔 就會覺得很適合 因為在他的眼神當中 他可以從一開始的憤怒到最後就是妥協任命 到最後重新面對生命找尋希望 要不要請柏傑來跟我們聊一下在裡面裡面的這個文凱 其實我覺得就是導演這次幫助我很大啦 因為其實那時候我也算是在一個比較低潮的狀態 所以我覺得跟文凱那時候的心境其實有點類似 然後我也遇到了導演然後他願意給我一個機會 然後讓我拍這個戲 所以我覺得有點類似文凱那時候的心情 對 因為那時候某種程度的文凱應該是非常非常的懷才不遇 就是什麼事情都 他需要一個人拉他一把 對 而且都只有做一半 像是我們一直在不斷的片話當中聽到的這個情歌 只有一半 對 所以也需要另外一個像剛剛前輩說的影子 把那個靈感全部串在一起 是不是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跟玉芬在那邊尬情尬歌的狀態 尬情 大琴是不是 喔 那個吉他那個琴 吉他琴 那個首飾 對 沒有啦 我好冷 我們兩個私底下就有認識 所以那場戲拍的其實比我們想像中順利 對 原本想說應該會搞一整天 但沒想到蠻有默契的 然後拍的蠻快的 對 搞一整天真的是比較耗體力 所以我們盡快把它拍完 是 我沒有 你們不要這樣 小朋友在現場 我們試一下再聊一些比較有顏色的 對 所以在裡面也可以看到柏傑跟玉芬這個角色 為了樂器的呈現上 因為兩個都是流浪歌手 一定要在樂器上非常非常的鹹熟的感覺 所以在裡面可以看到他們花了很多功夫 那玉芬要不要跟我們分享一下 在裡面呢 你是一個非常漂亮的背包客 欸你這樣子還可以安全的度過這麼多流浪的日子 我真的覺得很佩服你 你是不是有學一些防身術 那那麼漂亮 她穿那麼性感 然後在街上流浪 要不要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詮釋的這個流浪歌手 我在裡面飾演的是菲 然後她是一個旅人 對 就是一個背包客 她也是跟 她也是一個女人 旅 旅 旅旅人 也是女人 就對了 對 然後裡面還有跟滷滷人 好可愛 然後呢 然後 對其實她也是跟文凱一樣 就是也是 她在找尋 她的創作的靈感 對 所以其實 這方面 對我來講也跟我蠻像 其實我也蠻像喔 那樣子 就是去旅行 然後去流浪 去找尋你想要的生活的模樣 是 然後還有你想做的事情 跟你想要找尋一些創作跟靈感 對 那有沒有對你來說 在整部電影來講 比較難拍的鏡頭 或者是真的是要耗一整天 去摸那樣的情緒呢 我好像沒有 因為我在裡面其實都比較 戲裡比較開心 然後比較直接 對 也沒什麼心事 有心事的是她 對 所以我覺得我角色還蠻 還蠻舒服的 不會太太壓抑 對 而且你的角色在裡面呈現的是那一種 對於任何的事情都是很正向樂觀 我們剛有跟琴琴說 琴琴那時候在拍的時候 還可以跟你兩個人塞在前座 如果現在以琴琴的身高 你可能開完那個 要下車腿會把他去有沒有 唉呦 對 所以真的是天時地利人和的狀態之下 讓大家看到我們把爵士情歌的完成 那是不是可以每個人用一句話來 推薦一下爵士情歌 好不好 請導演幫我們推薦一下 爵士情歌 等你一起來合唱 唉呦 爵士情歌 等你一起來合唱 是的 琴琴呢 爵士情歌 有笑有淚 有歡樂 跟你一起來合唱 哈哈哈哈 所以一起接一起接 最後就回來了 回來了就對了 好的那琴琴呢 希望這部戲可以感動到大家 是 也要一起唱嗎 好吧 就順便一起唱就對了 好來 柏傑勒 12月6號請們進戲院 支持爵士情歌 然後希望你們會喜歡 謝謝 玉芬 爵士情歌是 有很多很經典的情歌 然後還有 豐富情感的故事情節 然後希望大家 12月6號 一起進戲院 一起 唱 一起唱 一起去旅行 其實 我有點故意啦 因為其實這整個 爵士情歌 他的情緒是很糾結的 我只是很故意的 用一個 比較開心的方法 不要讓大家覺得說 好像這部 就是我們現在的場合 看起來好像很悲情 但是其實真的 如果你在生命當中 有一些 你錯過了時機 去表達你心裡面的感受 其實你可以用別的方法 帶他來看電影 讓他知道你心裡面 想要表達的感情 不管是親情友情 跟愛情都好 所以爵士情歌真的 這個情包含了各個不同面向 也希望大家 12月6號不但要跟著 爵士情歌一起唱 也要跟著爵士情歌 一起去旅行 好嗎 好的 那我們有個非常重要的